第33章的意见 It is fitting 什么叫fitting 你们知道fitting是什么 就是合适的 老师 适合的 合适的 所以 你们有没有学过一个叫fitting room 你们去百货公司买衣服的时候 有没有 穿衣服的地方 试衣服的地方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我买这条裤子不会太紧太松 fitting room 这个是fitting room 你问人家拿了十件衣服 在哪里可以试穿 fitting room 所以fitting就是把这个东西怎么样试一试 穿然后让它非常合一合身 fitting OK 这个事情不fit 就表示这个衣服根本不适合我 不合我的身材 对吧 fit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fitting的时候 它是指说 it is fitting for the upright to praise him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啊 恶人没有信神 他们可以赞美神吗 不赞美 不赞美 OK 所以 it is fitting for the upright it is fitting 这件事情是非常合一的 非常适合的 OK it is fitting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的就是说 他们做这件事情就非常合适 OK 很合适 所以让这个正直的人去赞美耶和华 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对吧 这个道理就跟我们毕业的时候 毕业生代表致辞 我们也得找一个讲话讲的利索的 对不对 找个好学生 找个品貌端正的毕业生代表去讲话 一样的道理 OK 好 fitting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Jim老师 这个32章一节 一节 怎么样 你看这里有一个 less is he whose congratulations are forgiven congratulations 和这个sins 还有一个integrity 这里有什么区别呢 很不一样 integrity跟transgression是完全相反的意思 我们今天有一个姐妹就叫integrity 非常好的名字 她这个已经到顶级了 是的 ша 你 ampf 和这个 注意 控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